這兩個其實都在誤殺範圍之內 這是第一個做出韓國瑜 不是第一名的民調 那我是建議說要公佈調查方法 要公佈民調的樣本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做民調他是會錄音的 像民進黨初選的時候 他們做民調是 候選人會派人去監聽的 怕作弊 所以民調樣本請你公佈 你的家權公司我也很懷疑 請你公佈歷測紀錄 為什麼歷測紀錄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是友台 在去年九合一的封關民調 請大家自己看 蘇貞昌領先侯友宜 林家隆領先盧秀 他贏十幾% 陳其邁領先韓國瑜 結果最後結果什麼 就通通都錯 通通都錯 所以這個也叫民調 我就不講是哪一台 好 那這個 這個是之前 台灣社公佈的這個 贏了紀家回 沒有特色 沒有2020 特色陳總統才有蔡總統 所以剛剛韋翰的分析 我是同意的 會不會是要跟你談 你是把陳 因為那位賴清德的 那位郭國文東算的公佈 阿扁總統公不可沒 所以會不會在這個 截固眼去特色他 這個可以這個想一想 那主持人 我的研判 我不太認為賴清德會 真的要參選 第一個 所以是選假的 對 我分析給他 我都答文號 以免我要道歉 行政倫理的 你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文號 文號 行政倫理 論之排輩 你去挑戰蔡總統 這個蔡總統跟你在乎過了 我們台灣人都很高興 人家跟你在乎 你要挑戰這樣對嗎 第二個 其實是無法切割的 蔡總統現在的民調 整個民進黨的制度這麼差 你來臨 我取而代之 你有辦法切割嗎 其實你是行政團隊的重要議員 第三個呢 這會造成非信息的反彈 賴清德是新潮流的這個大阿哥 你這樣出來選那非信息會怕 你也先潮流 都幾碗碰 我要怎麼辦 那最後一個是我認為的民調 我解釋給大家聽的 之前的七個民調 韓市長是七連勝 柯P是穩定的第二名 我說平均來講 賴清德是第三 甚至第四 有的民調他還輸租利潤 這種情況下 賴清德真的要選嗎 真的要選嗎 我很懷疑